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最新的代言大片,穿白色低领装扎马尾辩,大肆展示眼神魅力 继杨子的新戏陈香如蟹杀青以后,杨子方又放出了好消息 28岁的杨子又拿到了新的代言,而且还为这部新代言拍摄了一段视频大片 杨子最新代言的大片曝光以后,不仅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而且还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从网友们在评论区留言的内容就能看出杨子最新的代言大片有多精彩了 1月20日,杨子在个人社交账号中更新了一条动态 晒出了一段时间长度为55秒的视频 从杨子晒出的视频和晒视频时的文案来看 杨子晒出的应该就是他为最新的代言拍摄的视频大片 光是从这55秒的时间长度就能感到到杨子的诚意了 不得不说,杨子确实挺宠爱自己的粉丝的 视频中的杨子穿着一件白色的低领装 扎着马尾便,服装挺能彰显女人味 只是发型却降低了他的妩媚感 不过,这也挺符合杨子的舞台形象 毕竟,杨子并不是一位靠秀身材混饭吃的的女明星 一直以来,杨子走的都是清纯甜美路线 整体来说,杨子的造型还是挺不错的 另外,从杨子在最新代言大片中的表现来看 杨子拍摄这一段视频的重点也不在秀身材上 在这一段视频大片中有很多杨子眼睛的特写 杨子对着镜头大肆展示着自己的眼神魅力 眼神是最能体验女演员演技的东西 很显然,杨子的演技确实挺不错的 至少杨子用他的眼神将我圈粉了 杨子晒出的最新代言大片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不仅有网友觉得杨子越来越漂亮了 而且还有网友觉得杨子越来越有味道了 甚至有网友表示会支持杨子的一切代言和作品 看得出来,杨子的最新代言大片获得了网友们的一致好评 这一段时间,网上出现了很多对杨子不太友好的言论 杨子不仅被质疑人气下滑了 而且还被质疑口碑也下滑了 从杨子晒出最新代言大片后网友们的反应来看 不仅杨子的人气很高 而且杨子的口碑也挺不错啊 看来之前的那些质疑都是营销浩带节奏了 这下杨子的粉丝可以安心了 期待杨子创作更多优秀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